主要是這個高雄的組合圖 我要怎麼樣做畫出來 當然幾個地方不一樣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剛剛這個的程式 直接拿來改就可以了 改的地方可以觀察 因為將來我們是希望 現在只有剉兩個 如果今天我是希望 可以把那個全省的 有沒有全省 全省的資料裡面 你會發現我們現在只有 針對台北跟高雄 那這個網路上資料都有 有氣溫跟降雨量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可以從頭到尾 幫我把這些圖 通通都繪製出來 而且繪製在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幫我排列 那排什麼排比較好 當然我們等一下可以看 我希望可以幫我把這些東西 全部不是說人工的方式 而是怎麼樣呢 你甚至可以跑個回圈 為什麼可以跑 因為基本上 程式大部分都一樣 剩下來只有幾個地方不一樣 我只要把幾個地方不一樣的 這個挑出來 那其實我就可以怎麼樣 把我要做的所有 所有的這些圖表的一次性的畫出來 怎麼做 這個部分可以思考看看 如果你裝得到那個要領的話 其實要做這件事情並不困難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 這個後面要改哪些地方 首先第一個資料有了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圖怎麼做 當然我的做法這樣 第一個 我可以把這個 這個按鈕後面的程式 按右鍵編輯也可以 把它改一下貼過來 把這個程式貼過來 改一個地方 其實要改什麼地方 就第一個名稱不一樣 譬如說組合圖 聚齊 把它改成組合圖高雄 OK 那另外第二個要改哪些地方 其實首先你可以發現 要改這個第一行 特別注意 我們位置 座標如果現在放的話 那他現在放F2在這裡 我應該放在哪裡 F17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 第一個把這邊改成什麼 F17 位置改一下 有沒有 OK 第一個 所以 如果說我以後大量改的話 後面這個要不要改 其實不用嘛 因為反正藍跟列的高度 每一個儲存格都一樣 所以你指向哪一個儲存格 都無妨 所以這個後面的 我改錯了 應該是F2 應該是改這個才對 那後面這兩個其實就不用改 因為每個儲存格都一樣 除非說儲存格的寬跟高 也不一樣 那你再去改這後面 所以要第一個 改這兩個參數 再來的話 Size 這個什麼呢 Source Data 就是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應該是在 B3 有沒有 到 D15 這個放得不對 那應該改哪裡 B18有沒有 應該是從這個 月份 從月份這邊 所以這邊改成什麼 B18 然後到什麼 到D1的多少 D1的應該是30 所以這邊的話把它改成30 所以這個地方改了 那再來還有這個 這個兩個字 改成高雄 好 這樣的話理論上應該就OK了 這兩個字 改成高雄的 所以其實理論上 我們大概 其實也沒改太多地方 我大概歸納出來 幾個地方 1 這個名稱一定要改 貼過來 第二個的話 這個 指的是這個的坐標 OK 所以以後的話 其實講 你也可以思考一下 後面如果說 我要跑全省的 全省的話 基本上第一個可能要注意 就是 坐標放哪裡 寬跟高都一樣 然後再來還有第二個 B 剛剛是B3 到15 這個地方的話 到D的30 所以這個地方 所以應該理論上 這個跟這個 還有哪裡 還有這個名稱 其他好像都沒有不一樣 OK 所以也就是以後 如果你要跑回圈的話 只要有什麼呢 變更這幾個地方 當然你要找出規則 什麼規則 就是要如何剛剛好 糟糕 按到了 就把這個 找出那個 需要變的地方 其他就OK了 第一個這個17 17 這邊是18 這邊30 這邊變高雄 OK 就三個地方 如果說我今天 待會也許 你可以再想想看 怎麼把它變成全省的 那也就將來 是不是可以 怎麼 跑一個回圈 那回圈 去怎麼樣 第一次 它跟它之間相差多少 你就加多少就好了 加一次 加兩次 所以它一直會往下 一直放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它的坐標 不過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坐標的資料來源 一定要長這樣子 這一塊 那所以呢 我們如果說 我們要取得這個資料的話 那怎麼樣剛剛好 可以有這樣的型態資料 OK 所以這個Source Data的話 如果你變更的話 可以 那就改 所以特別是說 再來就是這個名稱 所以呢 如果這三個地方 等於1 2 3 三個地方可以得到答案 你可以跑個回圈就好了 然後把動態丟給它 它就幫你把所有的圖 通通畫出來了 所以待會也許 你這個做完之後 試試看 所以這個高雄就畫出來了 那如果待會 我希望怎麼樣 幫我建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呢 幫我把什麼 把這些圖 全部一個一個幫我畫 畫到底下 就是總共啦 假設上面有幾個啦 比如從淡水 一直到哪裡呢 到無漆 如果你要全部畫出來 那你現在做可能難度有點高 對不對 沒關係你可以先什麼 先畫氣溫 然後再降雨量加進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不要一下挑戰太高難度 那只是說要怎麼樣 剛剛好把這個資料帶來 也許啦 第一個啦 將來當然理論上最好我講過啦 最好是用爬蟲嘛 有沒有 爬到然後自動畫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爬蟲 可能這個部分 如果可以啊 功力夠的同學可以試試看 把它用爬蟲的 如果不OK的話 沒關係 你先把這個資料怎麼樣 把它從哪裡呢 從淡水 一直到 這個底下 把這些資料呢 把它複製下來 貼到哪裡 Ctrl C 先貼到一個新的工作表裡面看看 不過貼上去 我看乾脆連上面的月份也一起貼 從這個月份 從這個月份 不過選的話 我是建議連外面選 再把它刪掉 因為如果你沒選到的話 它不會是一個表格 然後把這些資料 Ctrl C 然後把它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先把它改成 不要它原來的那個網路上面的格式 你可以把這個 貼上這個標籤 把它改成符合目前的設定 OK 然後再把第一列刪掉 第一列給把它刪掉 然後 平均跟統計期間這個也可以把它刪掉 但是會多很多的空白列 這空白列當然你要比較快刪除的話 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Ctrl F 尋找 然後尋找的話裡面不要打任何東西 它會自動找到裡面是空的 全部尋找 有沒有 全部列出來了 你會發現這一列看一下 這一列 它會抓到這個 這個不能算 這個不要選 這個也不要選到 這個也不要選 因為這個是指的是這個 那這個也不要選 這個 它變成後面的東西 這個是了 如果這個找到的 從這邊 這個呢 這個後面的 那也就從 理論上從 這個 這個部分 把它往下選 選到這邊 有沒有 表示這些全部都要刪掉 如果你要刪的話 那你不是按Delete 你可以在常用裡面 有一個要刪除 刪除工作表的列 這樣都可以全部把它刪掉 如果你不寫程式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VBA寫個程式刪除 好刪除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留下來的 就會是 氣溫的表了 有沒有 如果你要轉個方向 如果你不想轉方向 也沒關係 就這樣子 那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橫向縱向 其實它應該可以再調 或者你把它轉置一下 然後抓第一個 畫一個 畫一個氣溫的圖 對不對 然後畫第二個 畫第三個 再來再把醬油量加進去 這個地方怎麼做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來 所以剛剛重點就是 先把這個地方高雄的 先從台北的部分變過來 再思考一下 有沒有辦法畫出一個 批式可以繪式的動作 真主好 快點 optimization 好 好 stro 谢谢观看